OK, Good Morning 不管外在世界如何,我們都依然如此 你的夢想一定會不會實現 重點是你今天去實現的 非常有趣的兩句話 跟各位分享 唐納川普現在是美國總統的候選人之一 在好幾年前有沒有人知道他是做什麼的? 房地產 有沒有人知道他破產工 這個很厲害的是個奇葩 所以我學會一件事情 英文叫做一定要順便學英文 我是聽完故事,沒有學到英文 所以在英文裡面有一句話 叫做 Don't judge 這個是比較白話的版本 我的方法又出現了 我們聽一下 Don't judge a man Don't judge a man by his looks 還有一個比較文言的版本 這裡是 Don't judge Don't judge a man by his looks 叫不要比壞,不要判斷人 比較高級的版本叫 Don't judge people by their appearances 他把它換成比較高級的字 appearances 意思是一樣的 台灣話的說法叫 好,好,所以今天要往第四一開始 好,所以今天要往第四一開始 第四一開始 第四一 所以不管別人如何 你就繼續努力做你要做的事 那像川普這樣的一個人 很多人會覺得說他就是個 就是個 川普 你知道嗎? 就你所知的川普 你覺得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對不對? 就你感覺吧 就你看新聞 我會說 美國人就是要搭炮型的人物 就是喜歡亂講話 那但是論真比也就這樣 因為我發現他背後還是有他厲害的地方 那我覺得我的優點呢 是我喜歡研究別人的優點 就是研究別人的缺點 早上我們又在聽一段那個 文獻小朋友打分享的意義 他就說 我每天都在練習很多的事情 那如果常常練習抱怨 然後那個人就說 You must be good at complaining 你就會很會抱怨 就是非常擅長的抱怨 而且抱怨的 眨眼都不用眨眼 抱怨的非常的順 有點想 都不用想 你可以抱怨出來一堆東西 如果你每天抱怨 那反過來 如果你每天學習 那你一定很會學習 因為你每天學習 反過來 如果你每天讚美別人 你一定會越來越會讚美別人 就一樣的事情 就像Tim 每天看日本漫畫 所以日文當然學得平衡好 了解嗎 就是一定的 就是你時間花在哪裡 你成就覺得很 就是一定是這樣子 今天也是公平的 好 所以回來 141 141 很容易的是不是 確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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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這個我看一下 這個好像看過了 有印象很印象 應該是U1 多少被我同化的這個 看這個 U1 等一下 我剛才講的川普 其實好幾年前 我就看過他的東西 然後他還出了好幾本書 然後我也看過他的好幾本書 他還出有聲書 他其實有講過一句話 我這個時候也就會參考 好 這個意思是 Think big Live large 什麼意思的 什麼意思的 這個川普講的 他可以給把他聽到 Think large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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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應該遠一點 或 格局大一點 在群組有分享這樣 格局定 共群 不 局定 職業局 有人用這個 然後 情業局 來 客局定 不局 不局定 結果 看你的客局有多大 好 所以這裡是Think big Live large 好 所以不管這個 別人說川普怎麼樣 我覺得他是有 值得我們選擇的地方 他的思維 格局 是很大的 不然怎麼可以成為 百億 房地產公司 百億美金 華自理產公司的老闆 這個怪咖 他很厲害的就是 他在雷曼兄弟那一波 聽說他 感覺就老了 為什麼 因為他不動產太多了 所以他的流動資金太少 就Gug不過來 Gug不過來 Gug不過來雷曼兄弟一大波 聽說賠了 如果我們記錯的話 是90億還是900億美金 可以 你算得了 辦算得了嗎 我一直覺得 有錢人只能到1億美金以上 90億跟900億已經沒差了 反正都是幾十億算不清楚了 1億美金就是30億台幣 對不對 如果我有1億台幣千金存款 其實就過得蠻開心的 如果你會規劃的話 費值大概都夠用 小孩大概也可以用到一些 他們有90億美金 900億美金 那他就在那一波倒下 可是厲害的是 他還可以爬得起來 我覺得這個才厲害 這個才可以很多老闆 幾千萬就落跑了 然後你不見了 他幾十億美金 幾百億美金 這樣子倒了 又不跨起來 所以我覺得他那個堅韌的意志力 也是非常值得費用 那為什麼講到他 因為他曾經被記得採訪 那他因為那個人 人家說他好大喜共 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有記得來採訪我 然後呢 前一天我在對百人演講 他說那個記者故意不來採訪我 故意不來拍照 然後隔天呢 兩三隻小忙 那個記者就故意來拍照 他說你看 他如果講話都沒人要聽 所以有人故意這樣弄他 他說 It doesn't matter think very large 格局大一點 要把這個抹事兒這樣的 很有趣 我就想到他 好 好 所以回來 151還是什麼 看你起來 他今天會補潮因為拳風非常厲害 你把六尾都練900 900 900 990 他不是六尾900 他是六尾999 幾個禮拜 幾個禮拜 兩幾個禮拜三個禮拜 兩幾個禮拜 兩幾個禮拜左右 所以超厲害的 他聽到九百九喔 不是九百喔 這是一個禮拜 所以今天我要補充給他一個東西 既然要補充給他一個東西 所以乾脆就補充給大家 對不對 你們就大概幾禮 一個禮拜 十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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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個禮拜 你們都要講 待會就一起講 送給各位 當然有條件 條件就是 你不用像他這樣子 六尾900 這太平衡了 至少 至少 至少要練個三四尾900 你才值得拿到後面這個東西 因為後面這個東西叫亂數體固 因為線上是固定的順序的 現在要點全峰的這個叫亂數體固 亂數體固就是每一次他都會普通的順序 所以你練的時候 你是無法被答案的 這個通常就是有六回 你天上九百分以上的同學 我就會送他這個東西 我滿了四套利劍的體固 也就是練習出來的 我們剛才不是講 你每天練習什麼 你就會少練什麼 那全峰這兩個禮拜 每天練什麼 奪利題目 然後把六回 六回就是一千兩百組 練到全部滿分 那你覺得他這兩個禮拜 做夢後來夢到什麼 一定是夢到奪利題目 對不對 因為那個好像 反而十一動是第三根用法 他一定在記走的東西 所以因為他就會做這個 好嘞 所以各位 隨時注意 在佛教的時候 隨時注意你的覺察 察覺你的心 隨時注意你的心理 感覺是怎麼樣 這個很重要 好 來 所以今天一五一開始 好 來一五一 第一個請一下 Dormitory Dormitory Dormitory這個Dom Dom 很簡單 這裡是Dom Dom Dom是跟睡覺有關 Dom 那有一個字 Dorm M 我們先從這個 第一個代表之前看起 有一個字叫做 跟睡覺有關 來請一下 Dorm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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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中文叫什麼 Dom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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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rmian Domian 早上我才看到有一個學長 歐大的學長 像李登章學長 他也是上市公司的人事主管 他才PO了一個東西 你找他看到嗎 應該是昨天PO的 我早上看到的 他說什麼呢 經濟來的就是Economy 諧音叫做依靠農民 Economy 海關來經典一下Custom 海關來什麼叫Custom 因為Custom 他們 地主來經典一下Landlord 地主叫Landlord 懶得勞動 Landlord Landlord 你要用那個所謂的外神這樣去思考 外神這樣去思考 如果你用東話想你會講不出來 雄心來經典一下Ambition 這是閃動詐 Nambition Nambition 這裡沒有的有一個賴老師講過 他說本來我要出門啊 結果下雨啊 哎呀真麻煩要帶雨傘 雨傘知道的嗎 Namb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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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麻煩嘛 所以Namblala Namblala OK 好 下面還有一個強壯來經典一下 Strong 強壯來經典就死壯 連死都很壯 那個 脾氣 他一直念一下Tamper 泰波 他用泰波 這個就還好 那個懷孕有一個質疑叫Pregnant Pregnant 為什麼懷孕叫Pregnant 因為不來的男的 Pregnant 不來的男的 Pregnant 好 其實台灣有老師在說這個諧音 但是我要再提醒各位 這個諧音是旁聞所道法 是相比相反 偶爾用可以 但是請各位 最後要回到我們的正道 什麼東西 刺根 不然你要被兩萬單字 你用兩萬的聯想就崩潰了 不然想到聯想就死亡了 好 最後那個舊戶車 來經典一下Ambulance 叫做Nambulance Nambu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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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有這些不錯 有這些還好 你自己去取捨 好 所以回來 再聽一次Dormitory 所以像這個Dorm 我覺得就蠻像的 Dorm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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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有些中文英文 這個叫做什麼 偶然中的必然 還是必然中的偶然 因為人就一個主發 那嘴巴發出這些聲音 所以都會碰來碰去 剛好有些音就碰到某些音 那確實也有這種形聲的概念 譬如說喝喝湯 一定會喝水喝喝湯 一定會發出一個什麼聲音 聲音 那已經跟師父們有關了 對 所以跟吸收 講得再遠一點 有個字叫吸收 那個soul soul 那個soul 其實也是 soul 這個語句 也延伸得更遠一點出來的 所以各位慢慢地從比較具體的 然後學生到比較抽象的 好 下面 152 來指定一下 ERROR DRONE 注意喔 上面是什麼 DONE D O R N 下面是什麼 DONE D R O N 別找個小 別找個小 這個DONE是跟跑有關的 所以飛機跑的地方 設定是ERROR DRONE 好 那像這樣的概念你要小心 因為在單字裡面有一些很容易回遭的 我們應該有講過吧 C R O P 來請一下CROPS C O R B 來請一下CORPS CORPS叫做屍體 對啊 都在中南部中什麼 屍體 屍體就有新的嘛 是不是 你喜歡看日本動畫漫畫 有看過死亡筆記本嗎 全部看完了嗎 不是有四集還是五集 對不對 一集兩小時 至少要看個十小時 如果你想要用良好的時間管理 請看古阿末 我是看古阿末的 就是我很想看死亡筆記本 可是我沒有十小時去看死亡筆記本 於是我看了五分鐘古阿末 然後就把五集全部講完 所以我大概知道裡面的原則 對方是誰愛誰誰 誰寫誰音質誰 然後放來放來放來 然後就很多死神弄出來 對不同的死神這樣 所以在裡面是CROPS CORPS CORPS OK 好 這兩個分清楚 不過呢 因為各位越來越進階了 今天算是第十五 對不對 今天第十五 因為今天是第十六的 今天第十六的好了 我們中後才認識他 對啊 不過有一個好消息是上次我們跟主任有討論 看各位如果你想要在潛心研究之間的話 因為我們研究了四五年 主任的我們那一天 雅虎拉 美斯卡 還有這個主任 大家都付出自己的心力資源跟腦袋 來做brainstorm 我們就要討論 主任他這個課更過實 然後更可以幫助到更多人 所以在思考裡面有一個可能性 在師範的體系裡面去延伸這個功能 所以有一個東西很重要叫種子 種子 小愛 雅虎就說他要當第一個種子 先拉進來 他確實他一直在當種子 為什麼 他上完課之後 他就去看他的親友好友分享 你上次說那個動物的鼻子 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動物也就爽 那是在開會的時候講的嗎 三課沒有講的 來掌聲鼓勵一下 歡迎 因為下午的課是 學完自根之後 各於小段時間 一兩三週兩三週 我就會把這期面兩三週 學習到的詞會 同樣一種當情 然後給我老師提供教餐 然後我就去其他地方分享一些 請他學習 因為上次一半就早上沒有啦 沒有辦法來參加這個範圍 那在那邊分享的時候 我也很開誠不跟我講 其實我音樂過好 可是就是因為音樂過好 其實還要來認證 為什麼 因為分享過程當中 加深我的記憶 就是非常非常放逆 因為我文字不斷的四倍數記憶 都還是容易忘記 那可是我在教導過程當中 也會比我自己去背一點課 就是查一些 這單字背後的一些 意義跟健健身的音樂 一些相關的部分 還加深我的單字 在背誦裡面 那上禮拜來了一個動物的學生 那這學生是研究生 他剛考到他們動物的反應 應用研究所 那你當染 就是他的英文 你不夠好人 不夠亡人 他也很謙卑啊 但是他在學習過程當中 他看到茲根 問他說那你過去有沒有學過茲根 他說過去有某一個老師成員 你大約的介紹茲根 他發現基地單是有很多種方式 剛剛別老實提到 就是臉相發音或圖像發生的表情 可是他上完茲根之後 那一天講完一切茲根的部分上見 他後來有一個王蠻大的部分 他說如果他在高中 他說他在高中 學會如何使用茲根 國中的時候 因為我們國中那個新資產的時候 在別的項目上面來講是有的 他自己 他說如果在高中的生活體驗 就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開始學茲根的時候 他的智慧背誦你的部分來講 會覺得超現在 因為他讓我們在一起 因為孩子很多觀念是 從一個智習的 從他的茲根的部分來講 可能很多他的相關的資訊都會出來 那他發現說因為他有底子了 他有底子過程中 再去學茲根 他發現他背誦單字是如同老師所所說的 基本上不用太去背他了 像如果說一開始學到第一個字 跟AGA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會覺得ABCCulture這個東西 那後來如果你有另外一本 然後是進階版的講義 你會發現說後面的很多東西 都其實會越背越簡單 我寫心的 像已經加上152 事實上我已經預期到152了 可是我欺騙單字的部分來講 我真的記憶上一開始我很痛苦 我不瞞大家講 這個是我的很痛苦的一個記憶 滿滿的 全部都是在背英文 滿滿的 我沒有騙你 那我很笨 可是我所謂笨就是說 我用最笨的方法去做 但是學字跟一直在學過程中 我越來越快速起或什麼 你知道說TIO就是名詞的結尾相關字很多的時候 像剛才老師介紹152這個單字 就是那個Dorman通常看NNT都會誤以為人 或是事物的結尾的部分的人 可是在這邊是形容詞 本來因為有規則就必有意外 本來有規則必有人 那我會開始歸納哪些字哪些字 但在結尾的時候是什麼字 像Y結尾常常也是動名詞結尾 當然你或是形容詞結尾 但是你常叫FY結尾 動詞結尾很多 很多像動詞結尾的東西 那你就慢慢去看這些詞性的時候 以前被單字不是都會遇到那個大 那你就是想說 他也沒有要跟我要婚 但是背完之後不是要詞性 不然他的名詞 詞容詞 或是副詞 結尾詞 哇你可能會有一些詞性上的高 可是他真的我沒有騙大家 他上完一堂個的 因為下個台還要來上 他只跟我講說 他一次我一次跟他出獎 以後說對不起 那種資源是很可貴的 是一堂結尾老師喔 讚 這樣子 好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 然後你看越分享越進步 然後因為雅虎的分享 所以各位又賺到了 因為這個是另外一個資源 叫百度院 有沒有人用過幾句的 沒有 他上面有兩萬多本書免費 電子書送給你們 那電子書 很多人去看那個PDF的電子書 都沒辦法做筆記 但是這個都全部可以做筆記 好 示範給各位看 這是我買的 這是我買的 就是你可以買 因為我在微信上面有儲持 所以他現在非常厲害 他買東西都不用感覺不用付錢 其實你已經付錢 就是我微信上面有錢 然後他要買的話呢 我待會兒給示範給各位看點點點 然後微信 噔噔 你付錢已經不去了 那重點是 這是新東方 出的叫200個 一定要學的英文 詞跟詞手 所以你看這邊是目錄 你看是不是他也是什麼 AC AC開頭 ACD 100個一定要學的詞跟 然後跟雅虎講到自為自守的概念 好 各位看一下 50個一定要學的英文簽罪 這另外一本書整理出來的 50個一定要學的英文後罪 所以譬如說名詞後罪 形容詞後罪 動詞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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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名詞後罪要哪一些呢 要用這個章節 名詞後罪 那為什麼要一個二維碼呢 可以過嗎 可以連到網路 可以連到網路 然後來 來 他就聽他的MP3 我示範一下 現在他微信了 微信有一個功能叫掃一掃 就掃這個二維碼 好 成功 然後他就跳到網頁上去 他以前不是要戴著MP3還是轉音檔嗎 那都不用 所以 Part 3 不是個一定要學的英文後罪 Unit 1 表明詞的後罪 1 表示人的名詞後罪 1 Air Millionaire By the time he was 40 he was a millionaire Duncranere Duncranere He is knowledgeable but not duncranere Solitaire He lost hope and wanted to be a solitaire 例如這樣子 全部上面都可以做不及 因為這個書真的是太悲哩了 這個書200個一定要學的英文詞跟詞對 我一看價錢6塊的名利 台幣30塊 然後呢 那天我是禮拜三 就是Yahoo 那天在Yahoo去復興中銷交叉口 後來晚上不是去上課嗎 我就在跟大家推薦這個東西 所以真的 就是你越跟大家分享你的東西 你就會收穫越多 真的很有趣 這個世界是這樣子 就你給別人越多東西 你就會得到越多貴 對你來有心或無心都有可能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這個東西 那分享之後呢 如果是我 我自己買東西的話 我買就買得滿好 就突然就覺得說 老師 等一下 我說怎麼樣 他說好 就是回到百度唸唸唸 你看 一家正版免費有29820本電子書 讓你讀 都呢 你知道人的一生大概有幾天嗎 三萬天 也就是一天讀一本的話 你可能有機會讀完 但是像我已經四五歲了 剩一萬多天讀 所以呢 不可能讀得完 一天讀一本 而且都是免費用 免費用 好 我隨便找一本好了 例如說 這個霍金傳 這個很有名的文藝學家 能不能點一本 所以我要看這本 它可以免費試讀 這樣就開始讀了 就開始讀了 它可以讓你讀五十頁一百頁 而且字全部怎麼樣 可以選 然後A 我學問就是說 老師 他下面會跳出現實搶購 所以本來這本書 五塊九九六塊錢 它會跳出 開始倒數計時 四分四十八年 如果你現在搶購的話 就十塊錢 超厲害的 當然是程式寫的 但對於要買的人來講 就省兩塊錢嘛 台幣就是十塊錢嘛 差不多 就是說你才花二十幾塊錢 台幣都買了一本 這一次出了 而且整輪都是可以靠你的 好 那你不要靠你的來賣 這是你自己方便的使用 好 這很厲害 很厲害 OK 不過我沒有看過這個 沒有 這個去年 去年我就看到這個東西 就覺得太厲害了 因為這樣打 好 像你看我的書架 我看過的書 它可以放到我的書架上面去 好 然後呢 我看這一個 英文類的 然後它會再推薦 它會再推薦相關的 我買了十六本 我都買到自己忘記 你知道嗎 拜拜 好 你可以 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它會免費送 免費送 你的這個系統其實很厲害 三民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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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書架上 下面這個 下面就是他推薦 這應該是之前他會不定期舉辦免費證書 譬如說你今天只可以下載10本免費的 他有看到就先下載 可以啊 尊重參選 這個誰來辦 學而實習之 學而不思則亡 學而憂則是 學而知不足 由學而大 學而學而 當然就有人評論這個東西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把它當政治理論 其實他們認同伯父 伯父是沒有問題的 對 因為推翻滿清的 因為如果沒有伯父推翻滿清的 那也沒有國家 所以他們認同伯父的 然後後面那位先生就不一定了 所以不一樣的歷史定位 這邊推薦給各位 就算你都不滿 你就看他免費的 我跟你講一輩子看不完 一輩子看不完 那這邊有那個 教育考試類 他還有重要的 譬如說這個 一三六八單字就夠了 然後就可以開始閱讀 這個老師是在寫那個 比較有趣的說法 又來了 立刻搶購 他跟你說 四萬三千六百三十九人 已經搶到了 你看看你本賣五塊十塊 在那四萬就夠大 量夠大 量夠大 就這樣 台灣沒有這個量 所以 規模不同 好 未來我們整理一支dormant 所以剛才那個 我剛剛講的就是那個 自偽的整理的部分 如果各位需要的話 到時候我再貼給各位看 轉接的 因為這個就是那個訊息嘛 但是沒辦法一次全部 可能就是貼一個部分一個部分 讓大家稍微看一下這個整理 好 好 那都呢 你們那些自首自根自偽 我不會嗎 那為什麼要買 我看不同的整理方式嘛 第一個 第二個 我是為了你們買的 我是為了我買的 就是 我看到雅霧講到了 雅霧講到說 老師到底怎麼整理 那我就要把那個打開 然後部分 複製 貼 貼它去 然後然後 然後陸陸續續來看這個整理 根本就會有一個很有概念 那我就省掉自己 再去從頭整理的那個部分了 所以說舉例示範一下吧 來 錄月圖 呼呼 他叫做 YouTube 百度月圖 我的書獎 但前提是你必須有一個百度的帳號 比如說剛剛這一本 然後我進入他的目錄 剛才同學說到後綴 後綴 後綴又是什麼呢 所以他解釋什麼叫後綴 那如果需要這一段呢 我就把它複製出來 複製出來之後 直接到 貨爾達 它是傳聞者 它是傳聞者 很厲害 所以他就可以直接複製出來實用 就算你沒有買兩百頁的書 也給你看一百頁 就太緊張了 你覺得說不買就有點對不起 你知道嗎 兩百頁的書給你看一百頁 沒關係 給你兩萬本看 你跳到最後就是 人會有罪惡感 就跟我玩一下 我還是要變來抱歉 沒有趣 好 蘇根開始 那我剛才講那個磁性嘛 我們就找一段好了 前綴 這邊有100個前綴 然後50個後綴 好 名詞呢 AIR AIRE 我要開我標示的顏色 現在要戴 Ang 剛才也會說Ang Ang有什麼意思呢 還有一個Quality 具有什麼樣性質的人或物 所以他本來就可能是形容詞 那後來當然有可能會成一個 例如說助理助手 assistant OK 老師你怎麼想不到 我怎麼想不到 很簡單 我教資費 教單字 教十年了 在南洋街 對不對 所以我比你熟練 就是我每天都在練習這個東西 我幫你比你厲害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好 像那個 你是 K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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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做人事的 對不對 因為我在Facebook上面看到 是做人事相關的 那你一定不會懂人事的 我一定沒有你懂 因為每天都相關的事情 好 比如說這個NDR 死罪靠過去 然後就這一段 我把它佈置出來 還有個新檔 好 這昨天 實戰諮詢再講 好 看一下我們貼出來 好 下一頁 好 有一點新的來了 大概一個字尾 有沒有 後綴 後綴 後綴就是台灣講的字尾 好 它就會取歷 取歷 我覺得很棒的它有取歷 取歷 好 就是取 一句嘛 OK 好 那如果你要再演一次的更多 好 更多 好 更多 也真的 好 甚至它還有試看看 這都我們沒有試過 它有一個你看這邊的分享功能 這都是大陸的 辛辣 這是QQ空間吧 然後 豆 豆什麼 這個人人網 人人網就是大陸的山寨版 Facebook 可以分享 當然是大陸的 OK 那種文字就是看怎麼用 好 好 所以到時候我再慢慢分享一個 而且手機上也可以 我平板上也可以 電腦上也可以 反正通了 反正一個帳號全部都通了 好 很方便 來 再名字Aerodrome 好 來 飛機 好個地方 所以後來有一個叫做 有人感冒發燒留育地 這個叫做症狀 今思一個就是 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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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狀、症狀 我們再往下面找來聽一下 這支音樂好了 Cigarettes can aggravate the symptoms of the cold 抽菸會加重感冒症狀 這個Aggrivate也是一個很有趣的詞 GRIV是輕重的重 不斷把它加重 那為什麼GRIV是輕重的重 因為它來自於重力、低吸引力 Gravity、GRIV 那聽GRIV你想到什麼顏色 灰色、Grain 那灰色通常是粉木的顏色 木碑的顏色 所以它有重量、加重、沉重、灰色的顏色 所以台灣的廣告說 G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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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黑白是沉重的顏色 因為GRAID跟灰色有關 所以顏色、具體的意義、抽象的意義等等 都會有關係 那樣原生更多出來 OK OK 好 好 所以回來 再念一次 叫Aerodrome OK 來 第五 一起念一下 Egodistic Ego Ego是自我 這在佛洛伊德先生的理論裡面 自我、人我、超我 那Ego呢 很簡單 我們先講一個概念 在這兒 來一起念一下 Egocentric Ego是自我 Sentry是中心 以自我為中心 所以這個人很自私、自利、自大 自我為中心 在心理學裡面 人知應該要學心理學嗎 太過了 一天見 其實應該很重要 你這個我喜歡一點 我的營銷老師說 沒有營銷只有人性 一切都是人性 學習 學習 再念一次 Egocentric OK 好 所以這是Ego、Ego 自我 那我再補充一個東西 非常有趣的是 你把它順序顛倒一下 你把它順序顛倒一下 你會發現上面 來請停一下 Geography 地理是什麼意思呢 從人的角度往外看 所以看到地形地貌 山川、河流 那Ego是往裡面看 自我的看守 一個往外看 一個往內看 聽說往內看 是從佛洛伊德 算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時間點 歷史的時間點 開始研究人的意識跟情意識 之前有蘇爾的那個帕夫洛夫 帕夫洛夫的心理學就是把人當動物 對 那個流溝水的狗 那就人跟動物沒啥兩樣 對不對 刺激就有反應、刺激就有反應 所以你給這個狗吃東西的時候 就搖零 他就有口水 刺激腿 搖零 有口水 刺激腿 搖零 有口水 刺激腿 16到21 一樣的道理 他說以後呢 你不給他刺激腿 搖零 他也有口水 他習慣 就進到搖零就有口水 所以帕夫洛夫 蘇爾的心理學家 他說人跟動物沒啥兩樣 所以就刺激跟反應 如果這個理論是對的話 各位現在坐的位置 你們要轟電 為什麼 老師問問 答錯就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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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到你答對為什麼 可是人可以這樣嗎 不行 心中會有什麼 trauma 會有創傷 也就是弗洛伊德先生說的 人的潛意識 會強過他的意識 所以表面上你會來上課 可是你心裡會開始 對英文產生討厭的感覺 因為你被電了嘛 就電一定是不開心的感覺 那你就把英文跟不開心的感覺 連結在一起 當你把英文跟不開心的感覺連在一起 那就完蛋了 你這輩子就不會想學英文了 就算學也是勉強表面上學 心裡是討厭的 這是很關鍵的 所以根據弗洛伊德的說法 老師不可以這樣變成學 如果帕夫洛夫的說法可以喔 反正就是打嘛 可是我小時候老師都打 反正答錯就打 答錯就打 打到你這位置 可是反而到時候 我們最不喜歡那個科目 好 就是這個一個 往內看 佛家叫內觀 有沒有聽過內觀 懂嗎 新竹有個內觀中心 有聽過嗎 他就做什麼的 再講 敬你不能講話 多久 短的是五天長的我訂做幾個月的 我訂做幾個月的 就是你要比較長的那個內觀 內觀中心 進去他會跟你說 每天的行程是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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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規定一句話都不能講 一句話都不能講 會發生什麼事 回過 他會瘋掉 好 根據他們去過的說法 那個 Choice 你知道嗎 不知道 好 我們跟這位有個同學 叫Choice 他說他去過一個禮拜 還兩禮拜 他說剛開始 真的會覺得很不習慣 因為平常都會講話 他那邊一句話都不能講 反正就是有這種敲中海 敲什麼聲音 咚 然後就知道現在要幹嘛 然後大家就去 但是一句話都不能講 然後等咚咚 又是什麼事情 然後大家就去 然後他說 看他也真的會很慌 但是不能講話 好 然後後來我們開始慢慢的 開始自我對話 好 所以例如我幹嘛來這 我來這幹嘛 我是誰 我是媽在這 他們是誰 他就一開始自我對話 心理學叫Self Talk 然後他說當你Self Talk 就是說你一天可以Self Talk 兩天可以Self Talk 一個禮拜可以Self Talk 對吧 那你聊到後來 就跟自己聊 聊到後來就開始 很慢慢的靜想 思考一些比較本質的事情 好 例如 生命的意義 例如 那我來我這一招要幹嘛 例如 就這種比較 所謂哲學性的 或者 宗教性的 這種意境 然後他說 當他去內觀兩個禮拜之後 他發現有些問題 他本來沒有想到的 也後來就想到了 你在不斷的自我對話 不斷的自我的探索 其實這個就是跟DGO DGO有關的 好 如果你上過一些心靈化的課程 心靈化 有一些有 有 你有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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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去過 出口的內觀 不是嗎 如果你是 善良的 你隨時都可以做善良的事 不一定要到某個地方才來做善良的事 隨時都可以 好 好 譬如說 待會兒如果下課以後 我想在車上 命關五分鐘 可不可以 可以 就達到五分鐘的效果 好 好 來 154 又是 來經歷一下 ERR 第一個字 ERROR 你看又是什麼結尾 AND結尾 好 那其實這個字非常有趣 因為 ERR 是錯誤 哪個字 ERR 來經歷一下ERROR 那 X錯 知道嗎 原來 X錯 這個X是破音字 因為 X錯的破音叫什麼 叫 拆 我這個禮拜沒有在公司的喔 我要出什麼 出拆 也就是說 禮拜一 我去上班 禮拜二 我去上班 禮拜三 我去上班 四跟五 我要去出拆 也就是我的上班路線 出差錯了 的意思 有聽懂嗎 本來我就是從家裡到公司 家裡到公司 家裡到公司 突然有一天不是家裡到公司 是家裡到另外一家公司 這時候就是出差錯的意思 然後我們中文叫出差 所以出差就是出差 出差就是出差 如果你有這個概念 你去學很多什麼湖南話 河南話 撒海瓦 什麼什麼話 就是出差出差出差 其實一樣 就這樣概念 就像客家話 有些人會講客家話嗎 我們會 但聽說 客家話跟台語 很多字跟很多語 就是把 例如 把二聲改四聲 把四聲改三聲 把七聲改四聲 就好 好 就改一改就好 像台灣話叫 泰公 泰公 客家人叫 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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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公是T啊 泰公是D啊 你知道合理法則是幾條嗎 D T-T-S-T-S-T-H 泰公跟泰公是合理法則 也就是 它是很像的 它是很像的 所以歌金法則不是用在英文而已 它用在基督書裡面都可以 好 好 所以下面一個 155 一成語叫Fable Fable 叫語言傳說 Fable 156 一成語叫Federal 有一個 快遞叫聯關快遞 Fedex 就跟這個聯關 好像是他的老闆 他的老闆在他念大學的時候 然後寫了一篇路 給他的指導教授看 這好像是四五十年前的故事 然後就 四五十年前你要想 那個時候的物流 Logistics 他們沒有寫在好 有一個字叫物流 這個字來進行一下Logistics 然後這個物流呢 到底沒有現在好 這個老闆呢 當時是大學生 他寫了一個話題給他的教授 跟教授說 教授我終於想出來了 我想出一個辦法 讓地球上任何一個地點A 在24小時內 可以把貨物送到地球上任何一個地點B 我想出這一套方法 在四五十年前 人家後來發生什麼事嗎 教授把他辦掉 教授說 It's impossible 思維定行為 行為定作為 所以教授說 那是不可能的 怎麼可能24小時沒送到呢 最後呢 聽說他就開了這個Fedex 這間公司 他後來確實連辦派避好像就做到24小時 Door to Door Delivery Service 有24小時全球 也對點了這個 貨物避充 在你吃Fedro 所以如果我覺得 那個 他們的這個服務推出的時候 那個教授還活著的話 應該怎樣 教授要道歉 要盪掉 教授與教授 教授要道歉 什麼呢 對不起 當初我錯了 對 因為 教授的思維受到他的教授的限制 所以 他不應該用他的思維去限制他的學生 所以 很重要就是要開放思維 在你吃Fedro OK 157 去進行Fervent Fervent Fervent 跟除非熱情有關 Fervent 好 那如果你想查跟進階的 我們有沒有想過網站呢 好嗎 這個 英文詞源網站 Etymology 是Align 好 線上的資源網站 對不對 有沒有 沒有 有 來查一下 Fervent 這個字怎麼來的呢 原來是古法文 來這裡是Fervent 12世紀 拉丁文 Fervent 跟煮沸水 跟光亮 有關 好 然後呢 還有這個陰歐雨季的來源 這個 跟那個煮沸的水 跟Blow b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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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Bubble 泡泡 所以其實也是跟底深字有關 你看這個Bubble Bub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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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跟Brew 這個Brew後來變成那個煮咖啡那種 慢慢的溫沸那種感覺 好 Fervent 所以跟光亮 那煮沸水跟光亮怎麼都有關係 要慢一點 你要煮水一定要用火啊 火一定跟光亮有關 OK嗎 古代人沒有一定在那 所以他的光亮其實來自於火 當時不是講蠟燭嗎 蠟燭古代要十二文錢很貴 OK 所以這裡是Fervent 那如果再白花一點 你就聯想Fire不就好了嗎 Fire F-I-R-E 那就是Fervent Fervent那個Firm 所以與火有關的 跟這個有關係的 所以這裡是Fervent 那你看 是不是與火有關 熱下面就是火 烈下面就是火 所以空中跟火有關 Fire 好 好這要幾個啦 來幫我來休息一下 一起講Fiction Fiction Fiction是做F-I-C 這是F-C F-A-C F-E-C F-I-U-C F-O-C F-U-C 甚至F-I-C OK F-C 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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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 你上課大概幾個禮拜 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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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演講 他都算幾句了 連演講他都算幾句了 你看 三次了 那還差13次到18次 OK 有需要累積嗎 就這麼簡單 你從第一次看給你 我們來心得分享 第一次看是什麼感覺 原來有這玩意兒 第二次看 上面已經知道了 開始想三次了 第三次看 對啦 非常好 我聽懂了 就是說老師給丟一個東西 不是就這樣 老師給的東西是 你可以在無限延伸的 看二號 所以因為你看三次了 你反應算很快 所以想一看還有什麼 比如說F-I-C 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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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al effect F-I-C F-I-C 我來記念Science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你想 你想要說還有什麼 對吧 F-O-C 想不到 F-U-C 有 但上課不方便的叫 F-I-C 沒有 就這樣 所以其實還有啦 還有其他的 比如說 你看這個舉例 這個字 來記念一下 Effect 你把第一個E 換成A就好了 是不是有一個字 Effect 那個字是動詞 Effect 這個字是名詞 所以開始有詞變 詞變 那個affect是動詞叫影響 類似於influence 那如果你在把它加個名詞結尾 affection 變成感情 所以其實我們不是在學字根 我的感覺是 在我研究四五年字根詞源之後 我的感覺是 我們在玩 子根 這個裝字根 流變這樣 這個裝字根 流變這樣 那為什麼這個裝字 可不可以變這樣呢 原來是這樣 你慢慢慢慢慢慢想 融會本 各位 就像雅婦說的 學字根跟詞被單字 最大的差異是 應該是越學越簡單 前面會需要打一些技術 但是會越學越簡單 那就對了 另外叫on the right track 正確的道理 因為我有累積東西出來 那詞被的話是越背越辛苦 因為是很痛的在自己背 好 所以下面159 剛才Kitty做那個示範非常好 每次看不同的感覺 每次看這個程度 最後兩個 看我們修行一下 confined 信任後來跟字型 self-competence 有關 160以前也叫profile file跟線有關 好 梅宗老師 檔案 檔案哪個字 檔案不是叫file嗎 檔案跟線條有什麼關係 尾巴黃不是有事務所嗎 事務所不是要歸檔建檔嗎 歸檔建檔之後 一個很大的檔案夾 只剩下一條線 這是105年度的資料 那一條線 所以這思維要轉變 用不同的角度思考 OK 等於是profile 我們會很進入 對 我們會有關係的 我們會投資和我們 一起去看 我們會過關 bubbling 我會做出發生的 我們會議 здоров成an 我們會議好 我們會議會